網路通訊也是你管的嗎? 網路通訊啊,只有一部分,並不是我們管的 哪一部分是你管的? 哪一部分是我們管的?我請營館處的處長來說明好了 簡單啊,簡單的說明 報告,許委員,那網路接取的部分是屬於通訊會的讀館的部分 網路接取,就一般我們稱的那個網路服務提供者 也就是上網的那個部分 對,網路的這個提供者 對,上網的這個 上網的這個提供者 那這個Google是不是上網的提供者? 不是 它是一個入口網站 它是一個content provider 所以台北市政府跟Google的 對這個APP 的一個 銷售使用 那它的爭議啊,到目前還沒有結吧 在上次委員所提問 到目前還沒有進展 還沒有進展 所以Google它才大起初啊 是裡面台北市政府導彈啊 所以我就把你通通撤下來啊 所以你是不是要移交公平會 對Google要處理啊? 這個現在 消費者來講 它安裝的 這個 應用程式 APP 要錢的 結果現在沒辦法更新 沒辦法更新 那想買的當然就沒辦法買了 因為它整個撤掉了吧 但是已經買的 已經安裝的 沒辦法更新 那這個市場 整個攤販啊 整個market 整個通信市場 這一部分 變成攤販嘛 那台北市政府 也不管它 那這個Google這一邊呢 也不管它 那我們人民呢 我們消費者呢 我們使用者呢 變成什麼 所以民眾的感覺就是說 在通信管理服務上面啊 我們是一個 無政府狀態 然後政府也 這個功能也不髒 像中華電信 它的這個寬頻等等 得一個 投資建設不足 所以現在上網速度很慢嘛 它又掌握了這個龍頭 關鍵 所以它不作為 它是一代 那全民就遭殃 整個產業呢 齁 就要 就要受制於它 這個部分我想請這個陳處長說 報告 報告委員齁 實際上中華電信在每一年目前 在網路建設的部分 在我所了解 因為它整個網路每年的建設 它都會報到通信會來許可 那 像 最近的 現在開始每一年大概都有 將近兩百億的 那個資本 投入 在固網跟行動的部分 那夠嗎?不夠吧 我想很多的 那個 事業的經營 還是 回歸他們自己的 規劃 但是我們在政府 這個主管機關這邊 要求的是 它的結果啊 它的結果啊 對不對 上網的速度 你要有一個標準啊 你已經低於這個標準 你不能找 任何理由 齁 而且 低於這個標準的時候 你給它的 給它的一個 一個 反衝或是等待的期間 不能無限 無限度等待下去啊 要 齁 限期改善啊 報告 然後 徐文 這個部分 對於網路的通信品質的這一塊 我們也 在做 適度的檢討 那現行的部分 大概 3.5G 是在300K左右 齁 這個部分 它現在已經很明顯 沒有達到原來的標準嘛 那這個是 我們要去 再跟它 但是要積極啊 因為這個需要建設 因為這不是 消費者權力問題而已啊 現在 現在 在 在這個 資訊發達的這個時代 齁 全球化 這一波的這個全球化是 資訊 是資訊的 這個全球化 沒有資訊帶動 沒有 沒有應用資訊 它 這個全球化呢 你就被邊緣化 你就 被趕下車了嘛 就沒辦法搭上全球化這個進步的列車啊 那台灣這一部分 如果因為這個 基礎建設 基礎通信建設的不足 影響了這個區塊 這個產業 或是這個市場 或是這個機能的 這個 跟不上國際的這個腳步 那是 影響深遠啊 比這個馬總統的633跳票短期 一個四年的政見跳票還嚴重啊 是那個報告學委員 我想您講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說今天台灣 確實這個普遍的民眾 那麼在上網的數率上 因為現在我們其實我們號稱說 已經進到所謂的那個M世代 就進入Mega的世代 已經脫離K世代了 可是事實上那個前一陣子 那個中華電信推出很多優惠 就是降費率的方案 事實上結果使用者反而覺得歸宿了 我想這個大家都 現在已經不是歸宿的問題啊 現在已經不是歸宿的問題啊 對 現在人家已經把Facebook 把它翻譯成Facebook啊 齁 人家死啊不人死啊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分不上時代的腳步啊 人家又不好啊 這裡面有幾個條件 失敗力好高喔 現在上網的失敗力好高喔 齁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上網100次啊 至少要20次呢 是 等到最後 燈斷掉了 盪掉了 是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個先 呃 我們最近先緊急處理的是消費者端的部分 因為我們覺得消費者這個部分要先處理 對 所以這樣問的話 你現在也沒辦法跟我具體答覆說什麼嘛 但是你要把它當成你的責任 齁 然後定定目標管理 對 所以要有一套 這一個改革方案 有一套要求的 標準跟改革方案出來啊 我跟委員報告齁 呃 剛剛談到 中華電信 這個投資 他本來的三年計畫 我在上次協商他那個寬品 從1700協商到999的時候 我就要求過 他必須把他的三年計畫 或者五年計畫 提前在兩三年再完成 所以剛剛那兩百三百 他現在一直在加碼 齁 已經在提統 所以要去要求 現在問題 問題是他變成他的良心啊 變成他的良心啊 我們會找他再來協商 因為我們國家沒有制衡他的這個機制啊 他一直是站在壟斷的 壟斷的地位啊 獨佔的地位啊 現在齁 現在這個所有的官民上網的主導 齁就是中華電信 對呀 特別是固網的部分 對 但是固網是最基礎的吧 對我知道 我們基本上是要求中華電信 這不幹嗎 對 必須把他的那個網路的建設的部分 要加緊 齁 這個部分已經做了要求 我跟委員報告 上次也特別找他們的總經理 來協商說 你們必須在 譬如說三年的計畫 必須提早到一年或兩年完成 所以現在已經在變更了 我想另外報告說明一下 就是在消費者端的部分 我們已經要求他現在提出一個就是Pay as you go的 跟國外一樣的政策 把整個資訊揭露 然後然後允許消費者可以來 所以現在才在要求 對 表示說我們對這一套進步的科技應用 通信的這個科技應用的系統 我們是在管理上政府的功能上面還是落後的 沒有我想 是發現問題才想辦法解決 而沒有事先去防範問題發生 不是報告委員 這個我想委員非常清楚 就是最近因為這一兩年來 三機的使用大量的出現 包括iPad 包括這種所謂的智慧終端的大量出現 普及成長速度太快了 本來的話 原先是照這個速度是還可以勉強維持 但現在馬上就發現不夠用的情況 那麼所以我們現在才說 副主委剛剛也說 我們現在要求他一個是加緊建設來輸導 一方面我們也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 這個應該高興才對 就是說我們的某一個市場 進步的市場 生活方式也好 這個生產方式也好 他跟上國際的腳步 潮流 再進步 我們速度應該超越其他國家 我們才有希望 所以不要這個 不要這個自我 自我限制 再來 談到NCC 真的 自由之家的評比台灣新聞自由 連續三年 98年 99年 100年 從 這個 過去的32名 退步到48名 這個是事實 那現在 在南部 這個 收聽率很高的 鄭新柱的 這個節目 結果他說到我們NCC新聞 所正清楚主持的節目內容 經民眾檢舉涉嫌違規 內容不同 你發這一張公文的目的是什麼 報告 許委員 這個其實是一個例行的 因為我們 是例行的 因為我們 接到所有 我們對於所有的廣播電台 只要民眾檢舉 你就畫一張出去 我想也不是檢舉啦 就他們關於有包括 有點陳情的味道 他們有申訴 我們就照例的轉給所有的廣播電台 接著你準備怎麼辦 如果他照樣 我現在不說你對 或是檢舉的人對 或是鄭新柱本人對 誰對誰錯 不管喔 對這個現象 對這個問題 你發公文 接著下來你準備怎麼做 我們這是行政 照行政程序法來做的 其實發給他們就是參考而已 就這樣子 就給他參考而已 就是參考而已 但是他感受到壓力啊 我想這個主持人 他們自己會判斷 節目製作人自己會判斷 我們就是例行的 轉給他們參考 那你這樣只要有民眾檢舉 你就轉給他 你認為是頭當嗎 我想那個 有民怨的時候 那我們轉給他參考 就是讓他們自己去參考 你沒有經過你的 這個一套標準跟程序 去這個判斷 做一個 做一個審核 說這一封檢舉 或是程序信 值得不值得處理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制啊 跟程序啊 包括委員 報告委員 這個剛剛講說是 依照行政程序法的 就是例行的一個處理 那因為現在各媒體 他們自己也有他們的申訴機構 所以他們自己民眾對他們 他們也會去處理 他們說這個 接到你這一封公文的 他就自我判斷啊 我的關係好不好 我的背景 強不強 如果關係好 背景強 我把你NCC這張公文 當成什麼 那如果跟自己檢討的結果 我是弱勢 我也跟執政黨沒有任何關係 我本身這個社會的實力也很弱 所以接到NCC這一張公文 他就害怕了 也這一次是不是我會被調照啊 我會被處罰等等 變成這樣啊 因為你只要有檢舉信來 你就發公文嘛 就當郵差轉這個 發公文嘛 幫這個郵局 幫這個郵電業 創造一點生意吧 沒有徐委員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的責任之一 因為我們要傳達消費者 本身對這個東西的反應啊 難道我們不能發信給電台嗎 因為這消費者反應 我們就轉過去而已 奇怪咧 我們就是轉過去而已 也有電台也有報紙 所有電台我們都一樣 所以是老麻煩的 你都沒有聽過 你NCC發文去說 我們主要不是我們發文 因為是轉民眾的意見 如果民眾有意見 我們一定都會轉答 這個要檢討 這個要檢討 我想我們國會要對你要求 你到底不要 政府一個管理新聞 管理媒體的這個機構 亂發文 這會影響 會影響你這個世界的新聞自由度的評比 你不要這樣開玩笑啊 我們沒有干預新聞自由 沒有跟新聞自由 那表示你有後續行動 沒有跟言論自由的打壓 有任何的關係 我們從來都不打壓 我們也不 我們非常尊重新聞自由 不要這個輕易的發文啊 如果你要發文 慎重其事 你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我可是接著要怎麼處理 值得處理 應該處理 不得不處理 我現在第一個動作就是發文 接著 第二個動作是什麼 而不是說發文了事啊 所以喔 這個國家的管理機制喔 已經亂七八糟啦 應付 吸引故事啦 留以形式啦 防精子 不防小人啦 齁這一個 欺善怕惡啦 都變成這樣子啦 NCC也是如此啦 報告委員 你講的都不是事實 報告委員 你講的都不是事實 當然啦 你嘴巴怎麼會承認事實呢 這個事實今天就不會有這個現象了 人就是怕 這一個不承認事實 不勇於這個改進 老是呢要在嘴皮上呢贏 嘴皮上贏 國家能贏嗎 人民能贏嗎 濫發商業電子郵件這麼嚴重 在美國早就有一套機制了 跟司法機構本身 就已經估計得很好了 你現在連那個機能都沒有啊 很理由